35顆白巧克力和60顆牛軋糖 要混合,分裝成禮盒 每一盒的巧克力數一樣多 每一盒的牛軋糖數也要一樣多 那它可以分裝成幾盒 我們來分析一下題目 題目告訴我們 35顆白巧克力 而每一盒的巧克力數要一樣多 是不是說 我把35個巧克力 除以盒子的數量 代表平分成那麼多盒 除以盒子的數量 代表我把35顆巧克力 平分成那麼多盒 每一盒分到的數量一樣 所以不會有餘數 有餘數就會多出幾顆啊 那根據這個式子 35除以盒子的數量 會等於整數 沒有餘數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那就是盒子的數量 是35的因素 題目又告訴我們 60顆牛軋糖 每一盒牛軋糖的數量 也一樣多 那是不是告訴我們 我把60顆牛軋糖 平分成那麼多盒 會等於整數 沒有餘數啊 有餘數就有多 那就不會每一盒一樣 我平分給那麼多個盒子 都沒有餘數 所以這一條算是 也讓我得到了盒子的數 會是60的因素 那既然盒子的數是35的因素 又是60的因素 那它是不是就是35 和60的公因素 那我現在就要想辦法把35和60的公因素找出來 先找比較小的數的因素 所以我先找35的所有因素 有1、5、7、35這四個 再來 我在從這四個數當中找出60的因素 那找出來的數就是35和60的公因素 60除以1等於60沒有餘數 所以一盒有可能 60除以5等於12 一樣沒有餘數 5盒也有可能 60除以7等於8餘4 有餘數 所以7盒不可以 60除以35等於1餘25 25有餘數 因此35盒也不可以 所以 我只能分成1盒或5盒 這一題的答案就是1或是5盒 0 0 1 1 1 2 1 1 1 2